追光吧哥哥数量不少,但很大一部分观众都是冲着张卫健,吴振雨而来,尤其是张卫健,由于年轻时作品较多,到如今依然综艺感十足,称得上是节目核心看点人物,或许是节目组为了增加反转效果与内容争议,并依次提升热度,在首次公演拼尽全力的张卫健组,却只得了个倒数第一名。 尤其是那无客人离开时的话,非常引人遐想,追光吧这个舞台,如果想吃老本行的话,你是走不长久的,这个吃老本行的是指谁,谁又有资格呢? 客观来讲,张卫健如果单人演唱万里长城永不倒,或许会更为成功,但张卫健没有忘记当初加入节目建组时说过的话,要将自己的经验带给年轻哥哥们,至于是一种团队精神,也是要提些晚辈的一种善意。 在舞美设计和哥哥们的表演方面,将生、光、电、水多种元素结合,仍然是相当具有视觉感官优势的,即便得不到最高分,但排名最后一位,尾时让人十分遗憾。